买玩具了,买玩具了 楚的奥特曼来到面包餐的超市 他拿了一个篮子,里面会有什么呢? 原来是打打小怪兽 楚的奥特曼把他插在了手上 得快点去买玩具才行 奥特曼来到了超市 这时候,已经有一位顾客在超市买玩具了 会是谁呢? 哦,原来是贝利亚 贝利亚也拿了一个篮子 里面会有什么呢? 哇,是一个黑色的奥特曼 他的眼睛还是红色的呢 贝利亚也把迷你的人偶挂在了手上 这时候,因为贝利亚先来到超市 他已经学好了好多的玩具 轮到奥特曼了 这个迷你的巴坦星人 好像挺不错的 把这个买了吧 这里还有一个动物的变形蛋 把这个也买回去 这里还有一个精灵宝贝球 这一次会抓到什么精灵宝贝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初到奥特曼买到了哪些玩具呢? 这是一个红色的动物变形蛋 它的蛋壳居然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里面的脚可以展开呢 它的脚上面有很多吸盘呢 露出了两只大大的眼睛 这好像是生活在海里面的动物 那你们知道是什么动物的话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奥特曼怪兽的核丸 这里面是一个迷你的巴坦星人 需要我们动手来把它组装一下 这个核丸里面还有一个发光器呢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让它的眼睛发光 组装好了 迷你的巴坦星人,看起来好萌啊 奥特曼说,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萌的巴坦星人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大大怪兽 底下的这个精灵宝贝球 这是这里面精灵宝贝的种类 你们都知道吗? 出现了一只精灵宝贝 还有一个糖果 是红色的 让奥特曼来尝一下 嗯,好好吃啊 是可乐口味的 再来看一下这只精灵宝贝 身上很多是黄色的 是一只电属性的精灵宝贝 那把它放到精灵球里面 再把它盖上 就好像我们抓到了这只精灵宝贝一样 出到奥特曼,有了这么多的小伙伴一起玩 他好开心啊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贝里亚买到的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赛罗的变形玩具 让我们把这个盖子打开 再按下这个按钮 哇哦,赛罗奥特曼出现了 背后还有一把他的武器呢 那你们知道,这是赛罗的什么武器吗?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赛罗奥特曼的迷你盒玩 这里面是一个需要组装的赛罗奥特曼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是奥特曼的身体 把它组装好之后 里面有一个发光器 那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让赛罗奥特曼的眼睛发光呢 看起来,好迷你,好萌啊 完了这么几玩具,肚子也饿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包 罗伯奥特曼的街机卡片食玩 是非常美味的威化饼干 嗯,贝里亚肚子好饿啊 来吃一口 好好吃啊,脆脆的 赛罗奥特曼也来尝一下 哇哦,赛罗奥特曼吃了大大的一口 除了奥特曼闻到了香味,也赶了过来 哦,他一口把剩下的威化饼干都吃掉了 来看一下这是谁的街机卡片呢 是红色的布鲁奥特曼 那他是布鲁奥特曼的火焰形态 贝里亚把买到的食丸分给了大家 他也有好多小伙伴啊 出的奥特曼,谢谢贝里亚的食丸 哇哦,八塔星人走到这个舞台上 他的眼睛就会发光了 赛罗奥特曼也来 赛罗奥特曼的眼睛看起来好酷啊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一个红色的身影,是谁呢? 好像是贝里亚 原来是凯撒贝里亚 那你们知道他们发光的秘密在哪里吗? 今天的食丸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记得订阅并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